听牌的蒲圆与富邦展开总冠军赛第六战 两队提枪对轰外围薄火 富邦双枪率先枪攻 剑号三分蛋 开成朱尾 点燃战火 陈建恩随后跟进 右边低脚也来一颗 开赛一路取得领先优势 但富邦毫不退缩 刘伟成持续扮演板凳骑兵 左边四属鹿角打板三分进算 还要到犯规 手接拿下五分 帮助富邦16比20紧咬不放 接下来勇士们也群起贡献活力 张宗宪差一点调球的失误 谁知道就随手一炮 居然变成漂亮拆炸弹的Nice Play 顺风顺水的富邦 蔡文成神节奏的切入抛头 一样会进 一波11比5的攻势 一度超纯比数 不过少了赛勒 禁区人士已达问题 蒲圆积极抢攻篮下 戴维斯个人光前两截 就拿下了11分10篮板的双十成绩单 而彭俊彦 小球找到吴戴豪 反手打板两分照样收进口袋 胡元半场打完 三十四比三十一握有领先 生怕夜长梦多的橘色大军 第三节活力全开 简号外头内切样样来 杀到进去空中的身体 对抗后出手竞算M1 不只球迷嗨翻 就连脉纵也拍手较好 双枪持续燃烧 承接右边底脚再标一颗三分 一样没有问题 胡元单节团队高达六成一一的命中率 一度将笔数差距拉开到十三分之多 勇士不放弃不放手 决胜节由林书伟的三分蛋点燃反扑烈火 虽然豪帝杀入禁区上篮失守 不过没关系 林志伟第一时间飞升补扣 双0吸手合作 副榜缩小到各位数差距 但领先大半场的蒲原 注决做白弓 陈坚恩45度角外线 再标一颗马上止血 而且别忘了里头还有吴戴豪坐镇 加码一个单手中扣 打碎了勇士的逆转美梦 蒲原全场狂抓45颗篮板 真真比对手多了17颗 而Q贡献全场最高21分 15篮板更是一大关键 最终蒲原78比73击败富邦 抛下鲜艳的橘色彩带 再拿下队时的第五座冠军 麦班达也体验到 执教后的首度蜂蜂滋味 外体新闻综合报导